-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1991年3月26號, 在韓國的大邱廣域市達西區城西所居住的5個小學生, 登上了鄰近的臥龍山之後失蹤了。 而這宗案件又叫做青蛙少年失蹤事件, 是韓國最有名的失蹤案, 大邱市面積是800多平方公里, 其中超過一半是市區面積其餘都是山地, 當中比較有名的就是八公山、環城山、草萊山、 山城山、龍岩山、琵琶山、最頂山和臥龍山很多個山。 而這5個小學生為了捉火色液上山, 後來報道就改了說他們去捉青蛙, 所以這5個小學生就被人叫做青蛙少年。 但這5個小學生就對行路期間碰到的朋友說, 說自己就去執這一個彈殼。 當時俄龍山有陸軍第五十步兵師的射擊場, 他們就去捉子彈的彈殼。 失蹤者有5個, 第1個叫金宗直9歲1983年出世小學2年級, 第2個林燦仁10歲1982年出世小學3年級, 金雲葵11歲1981年出世4年級, 趙浩顯1980年出世小學5年級, 余哲元13歲1979年出世小學6年級。 大部份人的班級都不同, 3、4、5、6年級。 失蹤經過是怎樣呢? 1991年3月26日, 當時韓國舉行地方選舉, 是516軍事政變之後事隔30年再重新舉行選舉的日子。 全國放假一日, 早早8點, 讀城西國民學校的這6個學生在趙浩顯家附近玩, 而趙浩顯家附近所租住的年輕人就指著這幾個小朋友跟他講, 說你太吵啦, 你們出去玩啦。 6個小朋友入面, 因為金太龍要回家吃早餐, 所以離開了先, 之後他為了追趕其他幾個出去玩的同伴, 而匆匆忙忙趕過去。 這時候幾個朋友問他要不要上山玩呀? 他是想起, 他媽媽就叫他不要去太遠地方玩, 所以拒絕了他們, 回家啦。 以余哲元為首的幾個小朋友, 就帶著奶粉棍和帶著陸棍就上山上邊啦, 途中就遇到踩單車的趙浩顯, 即是趙浩顯的哥哥, 他讀中一的, 當時他們就說要上山捉火蜥蜴, 趙浩顯聽完之後就回家啦。 在俄龍山山腳的村莊所住的金南順婆婆, 她在市區做保母的, 曾經在九點目睹幾個小朋友上山的, 婆婆一早投完票啦, 就在學校向著俄龍山方向前進的時候, 遇到這五個小朋友呀。 當時幾個小朋友在討論能不能夠 兩個小時之內下山呀。 而同余哲元同班的金景烈和李太錫的政公就提到, 他們大約十二點左右在俄龍山的入口見過他們, 另外同樣在俄龍山附近村莊居住的金利樹婆婆, 也都有目睹這五個小朋友大約在兩點左右上山的, 一共就五個人啦。 而同一間學校的四年級學生, 咸勝芬, 住在俄龍山山腳下面的軍人住宅。 當日, 她同住在附近的哥哥, 一齊去到俄龍山的溪間那裏, 撿那些火式易卵, 因為她同哥哥走失了, 就一個人去到山腰附近的墳墓附近。 當時, 山上邊是傳來兩聲, 兩次大約十秒左右的慘叫聲, 但一齊上山的哥哥就沒聽到。 咸勝芬又提到, 當時是要吃中午飯的時候, 大約十一點半左右, 而金鐘席的媽媽和金榮葵的媽媽同樣提到, 在十一點半左右心裏有一種坦啼不安的感覺, 所以就出去找個兒子, 然後知道他們去了俄龍山玩。 當時心想, 回家之後一定要教訓他們, 直到午飯時間過去。 小朋友都未回家, 去到當日下午六點, 這班家長去到俄龍山附近一帶去找小朋友, 但一無所獲。 去到晚上七點五十分報警, 警方認為小朋友在山上迷路, 於是乎聯同父母在山上找他們, 去到凌晨三點經過搜索, 依然找不到他們的終職。 這單案發生初期, 警察在無實質證據之下, 是主觀地判斷這些小朋友, 是與家人意見不合, 離家出走。 他們認為這些小朋友單獨離家出走是十分困難的, 所以這五個小朋友約好一起走。 在韓國來說, 其實是很多這類事件發生的, 就是小朋友會離家出走。 但這件事是否這麼簡單呢? 而警方這一個離家出走的結論, 是改變了之後辦案的調查方向, 由於認定這班小朋友是離家出走, 這樣警方認為他們在臥龍山附近的可能性降低了, 所以警方將調查範圍擴大甚至乎是超過大休市以外的範圍, 案件透過大眾傳媒傳播開去, 當時的總統盧泰瑜下令要做地毯式搜索, 總共出動了31.8萬的警力, 當時這一個警力是創了韓國單一案件動員警力最多的紀錄, 但仍然是一無所獲。 而在這段時間, 在接二連三有好多的惡作劇電話聲稱, 小朋友在我手裏面, 你快點拿錢來熟返他們, 或者是小朋友在我這裏, 想要找小朋友的就去哪裏哪裏。 又有一些神智不清的小朋友, 就聲稱自己是其中一個青蛙少年。 這一類騷擾一而再再而三出現, 令到這班父母與警察身心俱疲。 由社會團體到民間企業, 都好積極去找這些小朋友的下落, 印了足足兩億張的傳單。 還有當時有好多產品, 亦都印了尋找青蛙少年的廣告, 包括漫畫、零食、電台亦都有廣告播出, 有導演在第二年就拍了電影, 這個電影就叫回家爸青蛙少年。 在電影的最後亦都打出字幕呼籲知情的市民, 向警方提供更多的線索, 希望能夠造成奇蹟, 找到小朋友的下落。 而且當時亦都有推出4200萬韓元元巡去尋人, 但依然都沒有任何消息, 整個調查一直都沒有進展。 這班父母為了找小朋友放棄了自己份工, 出盡全力在全國各地去找小朋友的下落, 結果到頭來一場空, 時間慢慢過去, 這案件亦都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視野, 成為韓國最有名的原案, 去到十一年之後, 才出現一個爆炸性的消息。 在2002年9月26號, 派出所的警員接到一個電話, 在電話裏面一個老人家的聲音, 他說在厄龍山上採集像子, 就看到一個骷髏骨。 聽到這句話之後, 警方立刻派人向著厄龍山出發。 警方去到現場之後, 看到一個大約60歲左右的老人家, 根據他所說, 每日都有登山鍛鍊, 以前就在山腰上鍛鍊, 但最近山腰要起學校, 將周圍的區域都封閉了, 但他唯有去到山脊上繼續鍛鍊, 看到樹上有好多像子, 即是像樹的果實, 他說想拿一些回家, 去到樹下見到幾件爛衣, 於是乎用登山拐掌撥開它, 突然之間有一個骷髏骨, 在衣服滾下來。 這班警員當日, 在現場發現到四具鞋骨, 五對鞋, 第二日進行滑掘和搜查, 在山腰起學校的工地不遠處, 亦都發現另一具屍體, 同一對白色運動鞋, 同其他衣物, 通過當日的挖掘工作, 五個少年的圍骨和五對鞋, 全部找到, 經過家長對衣物的確認, 這五個很有可能, 就是失蹤了的青蛙少年。 為了審慎起見, 警方故意與家長採集血液樣本, 與發現的鞋骨做DNA對比, 於是乎確定到這五個就是失蹤的青蛙少年。 但警方一開始的死因結論, 特別草率又愚蠢, 竟然說他低溫致死, 竟然說他可能迷路致死, 是屬於正常死亡, 這一個結論令到家長抗議。 金永葵當年11歲, 掛媽崔京基44歲, 就說今天挖出的運動服, 兩個袖口綁在一起, 這一個是小朋友被人綁住, 然後施葬的證據, 余鐵員的爸爸余忠宇很激動地說, 平時將鞋龍山當成遊樂場來回玩的小朋友, 竟然會朝早當失佬跟著死亡? 有沒有道理呀? 而發現小朋友圍骨的地方, 是距離小朋友家只有三公里左右, 而距離最近的一條村都是五百米, 當時大約有四十戶人家, 鞋龍山是當地村民端鍊和散步的地方, 村民對上山的情況十分熟悉, 就算晚上也可以看到山下的燈光, 迷路條件不成立。 由於家長批評和專家對於圍骨進行鑑定之後, 發現三個小朋友的頭骨上面, 竟然發現到一個被鈍器擊傷的痕跡, 這時候警方才將這些小朋友改為被殺。 你可以看到這些韓國警察原來做事這麼隨便, 警方才決定重新調查這單案件, 動員兩萬個警力展開大規模調查, 而且還對二百多件的舉報和情報進行確認, 不過就算投入大量人力問力始終未能定案, 反而留下了一大堆疑團。 第一,就是埋葬在一起的四具圍骨之間是互相纏繞, 就不是警方之前所描述的互相擁抱, 而骨頭之間是以一個非常之怪異的姿勢纏繞, 一般人好難形成到這一個姿勢。 而圍骨最上面也壓著一塊很大的石頭, 而所有衣服都是非正常情況下穿在身上的狀態, 甚至乎是離開了骨架, 而衣服甚至乎是呈現捆綁狀態, 而現場發現的小朋友鞋是無穿在腳上的, 更加似是被人脫了出來隨意扔在地下。 五個頭顱骨裏面有三個頭顱骨上面有一些不明的洞在裏, 和顱骨骨折不似是自然形成的, 只是被某種物體是很高速地擊中頭部所導致的現象。 而且他發現在頭骨上面的牙齒都是脫落狀態, 正常情況之下白骨化的屍體的牙齒應該會和骨頭連在一起。 即是說這班小朋友, 他在死之前可能已經被人打掉牙齒, 在發掘過程中發現了很多個蛋殼和蛋頭, 那這些蛋殼和蛋頭和這案件有沒有關係呢? 去到2003年的4月份, 警方就將調查組的人員縮減到剩下10人了。 那到底為何這些圍骨會在這一個地方呢? 而那些小朋友原來就埋在山脊的另一邊, 距離小朋友的家裡幾遠的, 那他們去捕火式亦應該是在山的前側。 即是會比較靠近城西, 為何圍骨是會被人發現在水庫相反方向山脊的西方谷呢? 是否真是當失路呢? 還是被人騙到這麼遠的地方呢? 由於發現遺體現場沒有找到頭髮, 所以很多人對於遺體發現的地方, 是否第一案發現場表示懷疑? 同時, 屍體的牙齒下有大量缺失, 更加加深懷疑, 法醫調查完之後就沒有提到面部受到重擊, 導致牙齒脫落。 大家都知道, 肌肉脂肪這些組織是很苦難的, 但牙齒頭髮和骨頭是很難氧化的, 牙齒和頭髮這兩個疑點再結合案發當年, 大批警力搜山找不到人, 之後屍體又出現在餓龍山這個情況, 所以開始有人表示屍體發現的地方, 不是第一案發現場, 而是警方搜完山之後, 他們才放屍體上去。 而經過法醫的檢驗之後, 這三個青蛙少年的頭骨上面是發現了 鈍器所攻擊的多處傷痕, 特別是魚鐵圓和金鐘席的頭蓋骨, 發現了曾經內出血痕跡, 他推斷是頭部受傷害致死, 而且他還在金鐘席左手手臂, 發現到左臂內部攻擊過程受到骨折痕跡。 警方給出來的結論, 就是這班小朋友是被一些類似蕭罕工所用的剪除, 攻擊頭部導致死亡, 但有人亦推測, 頭蓋骨發現的子彈洞其實是槍傷, 不過由彈洞和傷痕周圍的小傷痕, 身體應該不是軍用槍, 是屍製的散彈槍來的。 根據這個推測, 有意見認為空手是拿著自己所製的散彈槍去到鵝龍山上打獵, 然後誤殺了其中三個小朋友, 在慌亡的情況下是失手殺了另外兩個沒有中彈的小朋友, 然後將他們的屍體移到第二處, 毀屍滅跡。 幾年之後, 由於埋葬小朋友的地方需要拆遷或買賣, 唯有把白骨化的骨頭挖出來移到這個地方, 由於在屍體上發現到十幾個不同種類的彈頭和彈殼, 而在鵝龍山附近亦有軍隊射擊場, 警方當時懷疑可能是附近軍人的子彈誤殺, 但軍隊當然極力否認, 同指出在少年失蹤當日, 整個部隊都無安排射擊任務, 為了求證爐骨上面的彈洞是否現彈軍人所用的子彈所造成, 警方就用了一隻豬的豬頭用來做射擊測試比較子彈洞的大小, 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亦都排除了部隊的人犯案的嫌疑。 至於彈頭和彈殼究竟在哪裏來呢? 他們相信應該是小朋友捉火蜥蜴時, 在地下無意中發現彈頭和彈殼, 然後撿了它收買。 五個小朋友受害而不是一兩個, 就算是成年人亦都無辦法令到五個小朋友一次性全部死亡。 這樣兇手是怎樣制服那麼多人呢? 他們會走的喲, 五個小朋友怎樣做到? 是否有其他同伴呢? 而根據韓國文化日報的報道, 就說發現遺體當日下週六點左右有一個四十幾歲的男人打電話去到報社, 就說大丘臥龍山裏面有青蛙少年。 警察已打電話來的這一日剛好亦都發現到遺體, 而且地點準確的關鍵理由去追查這個男人, 但一直無線索。 這裏已經是有兩個報案人了喲, 一個人竟然找不到喲。 由於警方在發現圍骨的第一日, 未有在法醫專家指導的情況之下, 又用些坐頭等等的能具, 好心急進行挖掘遺體破壞罪案現場。 破壞了大量重要證據, 這一點就算是市民, 都說警方非常無能。 去到2011年, 這事件再次翻拍成為電影《孩子們》, 希望能夠引起社會大眾關注。 但是, 這案件一直交著狀態去到2006年3月25日, 根據韓國當時的殺人犯罪訴訟時效是十五年期, 她的訴訟時效已經過了, 仍然抓不到兇手。 去到這時候, 韓國的法律就算是抓到兇手, 亦都無法對她進行懲處。 即是說, 兇手仍然是逍遙法外。 而在這個青蛙少年事件, 公訴期已經戒滿的時候, 大家都淡忘這件事的時候, 某一日, 韓國某個網站就出現了一篇文章, 這個男人就說自己懂得兇手, 但是對方已經死亡。 由於她的阿姨曾經和兇手的老婆 住在同一間療養院。 聽過阿姨轉述, 她說了這段故事, 然後爆料給一個姓李的記者聽, 最後不知什麼原因就沒有給大家知道, 她後悔當時沒有報警。 事件經過是怎樣呢? 她說道, 這對夫婦是住在厄龍山區內部的一戶人家。 有一個智力有障礙的兒子, 有一日, 老爸帶著兒子去整狗屋。 兒子把家裡養的大型獵犬。 九年解開了之後, 這狗馬上飆了她剛好經過的五個小朋友, 將其中一個小朋友咬死。 爸爸為了幫兒子掩蓋罪行, 就將四個小朋友拖了入屋子裡殺了她封口, 最後埋在山谷。 而當時警方的搜查已經向一個奇怪的方向進行, 所以這兩夫婦就帶小朋友離開了。 後來有一個記者就親自去療養院確認, 但找不到這一個當事人。 法院最終是無能夠還到一個公道給這五個小朋友, 還有他們的家屬。 原本疑犯找到之後, 才要為他們辦理喪禮的家屬都決定, 在04年3月26號舉行喪禮。 而除了被害者的家屬之外, 同校的師生幾乎都過了來送他們最後一程。 其中一個學生代表說, 如果這班前輩仍然在生, 可能會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去實現他們的夢想。 而且聽說他們的同班同學亦都哭了很多次。 而這個青蛙少年事件的受害者希望未來就不要發生類似的案件, 請求政府為全韓國的人民安全著想, 就趕快制定完善法律去制裁這些犯罪者, 然後討回公道。 韓國政府在社會輿論和大眾抗議之下, 終於在2007年修改了韓國刑洩訴訟法, 將公訴期限延長到25年。 最後在這宗三大懸案之一的華盛連環殺人案的影響下, 法院決定將殺人案的公訴時限改為永久追訴。 案件就來到這裏。 基本上就可以講得想告一段落, 原來韓國警方辦案是這麼隨便, 完全沒有專業知識, 這一點是我真的完全猜不到。 今集的案件同大家睇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吧,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